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岸旁边有个小镇 叫秦镇 秦镇街道场大概有 金商北家做蜜皮的 蜜皮配肉甲膜 配屏风 这是咱山西人呆客之道 打死的菜 甲肠的味 我叫网红味 严格说来我们关中地区不谈米 做米皮肯定要有米 就在长安县和户县就那块有米 所以说它就形成了 靠天吃天 靠地吃地 它有米 它就用大米做成了凉皮 炒这个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让它碎尺头 尺头以后用兽衣搓一下 蜜都散开了 磨酱 一般加水温放米 它就磨出来酱 它比较匀 大部分酱要稠 也要拿刷子挖出来 稍微挖它流的 下一步就是汤酱 底板上一勺酱 一个比比是刚好 薄后卷匀 摇匀 银沉 放在龙梯上 大气整量三种 切死堆流的 堆流以后它是上下整 然后取得也比较快 它的米皮比较劲道 放个物本种左右 它凉头以后便晕用切 切的时候一般放点响油 不容易斩联以后能增加点响气 切皮的过程以后 就专用这个大刀 到目标身后这 它一般切到120-130刀刀 切出来以后 匀成这项开始投的这个粗锡 在当地山西的前脚 响而不朗 回味还有偶尝 包括油河面 都是用这个前脚 大锅里边刀柴油 小货漫背 然后叫它不成的反操 之所以也不急 反正叫它不过都可以 大概背个就15分到20分的 背开油都清脆的声音 这个倒的时候 这些粉朗散布 它这些醋大片 还有总醋 还有特稀 再加上咱这个 当地这个菜籽油 香味比较浓郁的 烧到二北榴边 浆稳浆到一杯把 第一边是把芝麻和香料粉 它的香味掀出来 然后再把大片的辣椒面倒进去 第二次一碗都在一边散 总出辣面进去 它出来以后 颜色也比较均匀一点 下厨的作用的时候 一个是能降稳 二个是还能将辣红素 它能挤出来 它颜色都更润红一些 倒挤散变以后 基本油温降到90度的时候 它倒挤辣面以后 出来这个油就要红润一点 然后放到散的物件 出来这个油 基本上都像透红透红的 很润的感觉 香料碎和红油豆雕是一样的 凉水下到这个桶里边 大货少开 效果慢熬一会儿 然后让它香味在里边回发出来 少开以后浸泡一个晚上 更好一点 然后香料碎里边炸 然后再加点香醋和香料碎都融入进去 豆芽 盐 还有的大料碎 酸碎 红油要多 要润 然后加点芹菜 这种芹菜 它一定要给人感觉很有食欲感 这芹菜以后要出来以后 紧 软 糯 油要多 吃完一会儿 万地已经要留着红油 欢迎大家到山西清真 品尝山西蒸总的蜜皮 味道凉杂俩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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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